韓國瑜在上一場演說當中說 台灣的經濟 就是被三位台大法律系 出身的總統給完成的 你同意嗎 沒有台大農經濟 容我先講一下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這一次的美國之行 說實話 這叫神佛之旅 韓神去拜訪了哈佛史丹佛 然後他也發表了演講 也造成了轟動 這真的是一個神佛之旅 你真的更亡 韓國瑜裡面 他當然他為什麼要發表演講 其實他是主要 他要取得話語權 這個話語權 不是高雄市長的身分而已 陳如剛剛三位的分析 他就是以台灣總統之尊 這樣子來發表的話語權 他裡面講很多當然是 說實在話是內容是滿精采 人家說他這個裡面鋪了很多梗 我是覺得這樣 如果為了參選總統 其實韓國瑜不必再鋪梗了 我們民進黨就有一派 就是提出來說 我們其實應該改成內閣制 因為我們國家的制度如果不改 還是這種改良式混合制的 雙首長制 其實就是總統制 直接你支持內閣制嗎 你是內派嗎 我支持 你們是內派 有一派嗎 我覺得現在這樣再選下去 我預期到明年 也還是會我們民進黨 最後贏的也還是會民進黨 可是我不願意看到說 我們國家就是說贏者全拿 你們贏這麼多了 都沒有再退內閣制了 因為國民黨沒有反對 現在你們執政怎麼肯推內閣制 小英之前講說內閣 小英之前選前講內閣 他當選都沒有 誰當總統都歸了內閣制 因為今天要改革的太多了 對 小英基本上 小英賴清德也都是主張 應該要內閣制 沒有 我們執政以後 就反對內閣制了 沒有 你可以去站賴清德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其實曾經針對這個修憲的主張 抱歉 我在小小的議會 我是 對 你都沒有想過最新的狀況 不是 我只是以前去過 去過一次 立法院 去過就行了 你們現在的民進黨 是反對內閣制的 沒有支持 不是 因為他的位階排列 沒被排到前面 沒有被排到前面 所以我在想 經過這一次的選舉 說實在 為了我們台灣國家的長治久安 我覺得真的是要開始 討論內閣制的時候 可是民進黨 已經完全執政到這個程度了 這個議題拋都沒拋出來 你先說現在才要停 因為有太多 千年到包括財政的問題 像年金要改革的問題 轉型正義很多要 這比國民黨的黨產更重要 好不好 你們先處理了國民黨的黨產 這個內閣都沒有處理 國民黨黨產是很多 多數我們國民認為應該 這是轉型正義的一環 因為你是當事人 當局者迷 我不好意思說什麼 反正既然已經做了 現在這個民調 我說實在話 真的 這個民調韓國瑜確實是第一 柯文哲有時候在第二 不是有時候 都在第二 看起來我們民進黨 只有韓國瑜不選的時候 他才會變第一 可是玉民維 其實這樣的民調 因為我們離大選還九個月 我說實在話 這個我簡單一句話 這個叫小時候胖 不是胖 所以其實還有九個月的時間的變化 尤其我們兩邊的主將 候選人都還沒確認 所以我認為這個還會播動 講到柯文哲 我火就來了 其實所謂蔡柯佩 這不曉得是哪一個 所謂的蛋頭學者 頭牌去才會去講這個話 現在很多挺鷹派的人都這樣說 不…我覺得去發佈 這樣的言論的人 他們基本上 第一點我認為這個背後 是親柯文哲的人士 因為柯文哲整個聲量下滑了 柯文哲單獨要來 總統大選這一局 很可能他就是被邊緣化了 所以所謂的 但是他還用小英 我覺得蔡英文比較慘 蔡英文是老爭 他藉由蔡柯佩這個說法 來吃蔡英文豆腐 消費蔡英文 其實現在小英跟賴清德 正在出選 因為去放這樣的風聲 其實是會害慘小英總統 像我們這些基本教育派的 我們這個會暴動 我是說實在話 真的嗎 對…像我 我敵死不從 徹底反對 因為我認為我們民進黨 不能這樣 沒有中心思想 沒有核心價值 不能為了選舉的勝利 去跟柯文哲魔鬼交易 這絕對不行 誰都不行 可是你說過你人為言輕 對 是 但是我總是有說話 我總是也有一些說話的權利 跟實惡 我怕你影響不了 你們民進黨 最後的走向跟權力 秀琳對 你消遣我 我接受 我真的是人為言輕 不過我有一些預言是對的 你像我說華航那個董事長 我說這個一定撤職的 你看被我講對了吧 很多人這樣講 所以我認為蔡柯佩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小英總統不會去做 那麼魂的事情 柯文哲 我覺得 混蛋的魂 任何跟柯文哲合作 都是很 這是頭腦不清的意思 不 頭腦不清 因為柯文哲是一個 典型的投機者 韓國瑜雖然我反對 他的政治主張 我跟他全然對立 我是毒 他是同 可是好歹 我佩服說 你有這樣的格調 你光明磊落 所以韓國瑜在講說政治鬥爭 說實在的話 我們這20年來 確實藍綠有時候有在鬥 但是並不是天天鬥 世事鬥 不是這樣 比方說我那時候質詢他 我就不是鬥爭他 我是就事論事 因為那是我的職責 我是盡我的職責本分去監督他 所以不是 所以韓國瑜在那個通篇的演講 確實那篇演講很有吸引力 也滿這個奪目的 可是當冷靜一想以後 其實有一些話 當然到大選等確認了以後 我再來提出一些解析 我怕我現在批他 他就不出來選的也不好 對啊 你的影響力這麼大 不過回來看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是代表韓國瑜 不管在哪一個組合當中 現在都是藍軍最強的一個人選 藍軍也一直說 吳敦義主席說 要徵召最強的人出來 現在又說新的方案 可能是用民調的方式來徵召 誰的民調高就徵召誰 照現在的這個民調趨勢來看 這樣的態勢就很清楚了 可以擺平現在國民黨內 其他還有意參選的聲音嗎 佩君 黃議員剛剛說 政黨惡鬥沒有天天鬥 我看大部分的人 可能想的跟你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 在這個對比式民調 可以一路都領先 很大一個原因是 我覺得他看透了 人民對政黨惡鬥這一件事 惡感的這一件事的本質 就是白話連講 就是同一件事 常常政黨在野跟執政的時候 態度不一樣 比如說公投連署 昨天節目談的 2006的蘇貞昌 覺得不需要身分證 但是2019的蘇貞昌 又覺得需要 所以同一件事在野執政 態度不一樣 政黨反覆的惡鬥 會讓人民對政治 非常厭氣 非常的厭惡 我覺得韓市長 跟大家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不講這些話 以前我們在當政治記者的時候 很佩服一種政治人物 就是他講的話 你聽了很久 一直講 一直講 一個多小時過去 奇怪 好像沒有講出什麼重點 又很空洞 很空泛語言 我再講得更具體一點 有一個人他非常厲害 他對各種政治議題的答案 你把它拿來用在各種議題 比如說死刑的存費 安樂死或是什麼都可以 就因為他會跟你說 我們現在要凝聚學界的共識 尋求社會的基礎 然後專家的意見 然後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蔡總統就很適合講這種話 所以我覺得兩個原因 效能 還是想講 政府效能不佳 然後還有政黨惡鬥 會讓人民對政治非常的感冒 甚至覺得政治是一個 很俗不可耐的事情 這幾天他當然講了 台灣人一年少賺100萬這件事情 有一些綠營的人 還有一些網友又高潮 就說台灣現在也沒有多少人 一年賺100萬 他這個數字哪裡來的 我倒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他應該不是指的是 實質的口袋的收入 而是這20年來 我們跟政府效能很好的 新加坡之間拉開的這個距離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國際貨幣基金IMF 提供了1999年的時候 台灣的人均GDP 那時候是13800美金 新加坡當時是21800 也就是說兩個國家 當時只差8000美金 可是到今年的時候 IMF的預測值 已經變成懸殊到4萬美金這麼多 我們已經落後新加坡4萬美金 差不多就是100多萬台幣 所以韓市長的所謂這個 少賺100萬 我的解讀是 政黨惡鬥 還有政府效能不佳的時候 我們跟新加坡拉開了 這個很大的距離 就讓人很傻眼 所以韓市長帶我們 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不要再說陳套的語言了 把數字丟出來 大家好好來檢討一下 到底是什麼狀況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